1. 互乱管控机构的部队们应在五天内及时统计,应缺少注入食物、药物、工具等物资而向互乱管控机构求助的居民。 并在五天内将居民所需的物资交予平民。 2. 互乱管控机构应及时在城镇边缘修建防护工事,以防应受到地位二刺激狂暴化的各种混乱员。 3. 小区村庄内的互乱管控机构服务点应准备足够的物资以及时为居民提供物资。 4. 作为互乱管控机构的成员,无论工作地位都要记住,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第一位,科研资料等珍贵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设备的安全第二位,自己的生命安全第三位。 5. 及时检查城市和村庄内部是否存在未知的安全隐患,并及时修复以免在地位二接近地球时造成严重的事故。 6. 当您在城市或村庄内检查时,遇到了面带微笑并朝你走来的高大人形生物,请背对着它,慢慢地离开,直至它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为止。 7. 对抗地位二时,请部分互乱研究所成员和部分ASC基金会成员暂时放下彼此的成见,共同为了保护人类为民的目标合作。 8. 不能贸然向地位二发动攻击,以免刺激地位二造成其他严重的后果。 9. 太空站上的混乱管控机构成员,应及时检查空间站结构的完整性以及稳定性。 10. 为了保护太空站的安全,太空站上的工作人员,应在受到地位二影响前,事先计算受地位二影响最小的轨道运行。 11. 太空站应随时观察地位二的运动轨迹,并第一时间向地球方面汇报。 12. 沿海地区的混乱管控机构应协助居民在海岸线上修建猪乳、护兰和堤坝等防护措施,以应对海洋混乱员的威胁。 13. 对于居民家中存在的猪乳、孕妇、婴儿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 14. 混乱管控机构应协助居民将特殊群体安排到混乱管控机构旗下的医院,为其提供保护。 14. 必要情况下,混乱管控措施可以在重要的建筑附近修建军事、工事,以保护重要的建筑物免遭混乱员的破坏。 15. 注意保护宿山市的主要供水系统,严防混乱员的污染。 16. 各种石油开采加工设施,以及加油站等存放大量燃油的场所,应得到格外的保护,严防混乱员的破坏。 17. 目前唯一对抗DV-2接近的手段,是发射诱导卫星将DV-2诱导至其他轨道。 18. 在DV-2接近地球的前五天内,世界各地的混乱管控机构,应确保发射火箭性能的完好性。 18. 第一艘火箭发射失败后,下一地区的火箭发射地,应立刻发射携带着诱导卫星的火箭。 18. 注意,目前人类无法做到彻底消灭DV-2,只能利用诱导卫星,将DV-2诱导远离地球。 18. 但是由于某种位置的影响,诱导卫星的信号无法将DV-2彻底引离地球,只能将其引入60年一循环的轨道之上。 19. 混乱管控机构 19. 保护科研资料等珍贵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设备的安全第二位,自己的生命安全第三位。 19. 第一,天体级混乱员地位二,可以通过某种未知的手段刺激地球上的各种混乱员。 19. 届时,混乱管控机构的观测部门应格外注意混乱员预警。 19. 第二,发现可能存在威胁的混乱员后,因合理的划分处于混乱员交战的危险区, 19. 并及时地向宿舍市的各城市乡村通报。 19. 如果有居民侮辱了危险区,请尽可能地保护其安全,并将它带出危险区。 19. 第三,如果收到居民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自己的居住地, 那么,混乱管控措施因情况紧急程度酌情批准。 19. 第四,请记住,在指挥管理民众时,态度一定要和蔼可轻。 19. 第五,要记住,某些狡猾的混乱员可以伪装成人类的外形。 19. 如果发现不符合你认知,例如五官位置异常和常有无法解释的器官的队友, 请立刻向上级汇报,并利用火焰喷射器消灭伪装成队友的混乱员。 19. 不要使用枪械攻击,枪械只会激怒他们。 19. 第六。 如果收到了居民因资源问题的求助讯息, 那么,混乱管控部门应尽快地将该居民需要的物资送到。 19. 混乱管控机构的精锐部队应重要保护旗下的医院以及避难所。 19. 第八,请混乱管控机构注意监测沿海沿江河的混乱聚集情况。 19. 如果发现异常的水深混乱聚集现象,则立刻向上级汇报。 19. 确认水深混乱员一场聚集后,混乱管控机构应立刻加固河岸、海岸的防护攻势, 并根据聚集的水深混乱员数量适当的部署部队。 19. 如果聚集的水深混乱员数量过多, 那么,请混乱管控机构协助居民有序地撤离到避难所。 19. 石油生产设施,工业工厂以及燃油储存设施应得到额外的保护, 以防混乱员的针对性破坏。 19. 第十二,宿山式的供水系统, 诸如自然水厂以及水库也应得到保护, 某些混乱员会尝试污染水源。 19. 严禁贸然向DV2发动攻击, 以免刺激DV2造成其他严重的后果。 19. 第十四,DV2接近地球时, 位于太空中的空间站应及时观测DV2的各种情况, 并第一时间向地球上的混乱管控机构汇报。 19. 第十五,空间站应尽量避免过度地接近DV2, 以免受到天体及混乱员的影响而造成严重的事故。 19. 第十六,当DV2开始影响地球后, 混乱管控机构应分析既不受DV2影响, 又可以诱导到DV2的路线, 以安全地发射诱导卫星。 19. 第十七,诱导卫星发射成功后, 应观测DV2的动向。 如果其远离地球, 那么证明作战成功。 如果DV2并没有因为诱导卫星而远离地球, 则混乱管控措施应立刻发布全面戒严命名, 并召开紧急会议。 哈哈哈哈, 愚蠢的低等生物, 你们就好似传说中的细细腐丝一般, 将沉重的巨石推上这斗窍的山坡, 然后眼看着巨石滚落山下, 最后又只能再度将巨石推向山顶, 就这样重复着无意义的循环。 我是鬼爵, 我在一个世界等你。